白宮星期三8月16日宣布 美國總統拜登和第一夫人吉爾拜登計劃 下星期一訪問毛伊島 看看上星期在這座夏威夷島最上 已經造成至少106人死亡的山火留下的破壞情況 白宮表示 拜登夫婦計劃會見這場8多年來 美國最具破壞性的山火的生還者、 救救人員以及聯邦、州和地方官員 拜登星期二表示 我想去確保我們提供他們需要的一切 同時不會妨礙搜尋更多受害者遺體的努力 在這個太平洋島聚州遭受的破壞中 發現的很多遺體都無法辨認 很少能夠發現子民 不過有41名失蹤家庭成員向當局提供了DNA樣本 已被發現他們的親屬遺體後使用